在美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后 有香港团体在周日发起 感谢美国保护香港大游行 一名大陆律师表示 自己带孩子来打疫苗 顺道来观看游行 了解情况 他坦言 绝大多数的大陆人都认为 香港的抗争者都是暴徒 都要港独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有的时候逻辑教育成这个样子 人想要一个正常的思想也很困难 他自己并不相信大陆媒体的宣传 从一个正常人的一个逻辑上来看 有200多万人参加游行 怎么可能会全球是暴徒 对不对 所以说 然后这个事情闹了 大概现在有五个月吧 也不可能一个暴徒 他能闹五个月 这也不太可能 所以说中国那边的媒体宣传 逻辑上也是混乱的 因为他说了一句假话 就用很多谎话来圆 对于港人的抗争诉求 他希望能够辐射到大陆去 通过香港来改变大陆 我是希望香港这间 关于自由关于民主的这样一个东西 能够辐射到大陆那边去 改变一下大陆 让大陆现在的情况有所转变 因为现在大陆现在是越来越 关于自由关于言论的方面 这个实在是太差了 因为我在大陆嘛 所以我是希望能够通过香港 来改变大陆 所以我是很希望香港 能够获得一定的成功吧 新唐人记者黄小祥 梁珍 郭威力 香港报道 小祥 有量竟《标知达啦》